这里是海南去年新修的环岛公路 沿整个海南岛环岛的 很多朋友问说 在海南哪里位置可以干海 你沿着环岛走 大潮退下去 看到这个路出来 这个礁石的这里 你下去走到离那个水边缘最低最低的位置 肯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货 但是前提条件 你得在那个车比较少的地方 有的地方那边上停的密密麻麻全是车 我告诉你那里几乎没有货 没有货没有货 走到车少的 然后最下面的位置肯定有 今天带我们家猴出去溜 这仙人掌好多 这个季节没有果的 这个季节果只有一点点 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仙人掌就多了 走到这最边缘了 我们车就停在上面 然后这里就开始上货了 好多萝卜包 有一窝罗 这是空壳 底下这个是空壳 这两个是大的 这两个好大呀 想捡什么想吃什么就捡什么 不要浪费 小心点 你看那有螃蟹了 你会抓点小小的抓回家给啾啾吃 这个会加能的 你抓我不敢抓 抓回家给啾啾吃 给我们家小鸭子吃 啾啾嘴巴大不怕 好了接下来就开始翻石头了 只要有力气 只要有力气 你就找你的 你抓点这种回去给小啾啾吃 可是我现在不敢 你现在是大猴子 你不是小猴子 你才猴子呢 你抓点小螃蟹回去给小啾啾吃 我妈妈的天啊我钱这么大 哎呀 这种免财收了吧 看看我们发现什么了 一手小从那里面掏 我要怎么掏 很大一个牛眼罗 我看看 你的手那么小 你都掏不出来 是空壳吗还是有漏的 我也不知道 是个空壳 里面有一个东西 不知道是壳 里面那个是有漏的 哦这个很大 什么我不敢 你怎么卡在里面 卡在里面就卡在里面 不怕 什么工具都没带 那很大的一个 你为什么不带个铁钩 为什么要带铁钩 这么专业 大的卡在里面吃不出来 差点摔了一个大批盾 什么摔了一个大批盾 在哪里有好大一个 我看一下空壳吧 不是很大的 有漏 有漏啊 哦好大好大好大 这里的螺真大 但是它很难 很难搬石头的 这里石头太近了 你看我们捡的都是大的 但是螺好大一个 这里的螺真大 这是个好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铁钩 真是个好地方 第一次带猴来港海 还是很小一只猴 现在猴子长大 你才是猴子呢 你不是猴子吗 你是猴子 你今天都没有自己捡到螺呢 先不动 先点刨得动 好大一只石头鞋 捡回家干嘛 你这还翻车 我找到一个 找到什么了 海茄子 海茄子 把那个内装一掏 用高压骨一包 他们说是能吃 哇 这里面的都是大个的 里面炉 好大好大 有力气 你就先大的石头 大石头下面肯定有 你看 倒刮在这里的 有没有漏 有漏 随随便便就一个 这种外面已经随便十几块钱 那些来海南旅游的朋友 你们在海南吃过多少钱一斤 告诉我一下 有没有三十五石 大石头 已经看到两个 我发现一个规律 这边的石头越大 下面的货越多 并且全是超大 过瘾 那我要看你搬大石头 好 一你别去 你别去 有没有货 嗯 好大石头 哈 哪有螃蟹 我只对螺感兴趣 你看 是不是 一拿着 我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虫好无强 来我多一条出来 走开走开 好恐怖 这个什么 哇 你们叫他小声一点 你这挺下轮的 哈哈 你看他在你的脚边 好大一个螺 你来抓个小面包蟹给你玩 这是个面包蟹 我不养的 他怕被夹 他不会夹你的呢 这么可爱的 把螺给宝宝就行了 那你看这两个螺大了 来给妈妈看一下 给妈妈看一下 无异 这个螺真的超大的 马蹄螺 还挺个头 好大 嗯 你不会剪 哦 还有个蜡螺 这是个蜡螺 一爱吃的 这块你们猜有没有 不知道 没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 他没有缝隙 对没有缝隙的 对没有缝隙的 缝隙太大 他也没有 那个石头都没有缝隙 哪来的螺 哦 这里这里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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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我看到他了 有几个 一个 两个 只有两个吗 你再看 三个 你再看这里 这是螺窝 这里 这是什么 四个 这个是空壳 这一小块石头 下面就有四个 这四个超大 超大 给妈妈看一下 每个里面都有 都有漏的 超级大 都很大 给小孩体验一下 他挺开心的 我们煎买一桶就回家 可以 我只知道爸爸 喝酒喝吐的时候 他就是 爸爸 没关系 他只知道说 爸爸你吐 吐满一桶的时候 告诉我 我把你倒掉 他比这一桶没有概念 没有 这块我觉得下面应该 我觉得应该也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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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看一下这个 那是什么 看看这里 什么什么 找到你来 再看这里 有吗 有没有漏 有 真的 三个 我们一会儿就得回家 不要 不要啊 那已经涨潮了 你不要 没到海边的人 我教你们走 看到这个水浪打过来 有泡沫的 记得往岸上走就对 赶紧走 对要涨潮 有泡沫的水 代表着这个水是涨潮的水 退潮是不会有泡沫 有泡沫是涨潮的水 一定记得 这是什么东西 来来来 这是啥东西 八爪鱼 是鱼吗 长得很像 它真的很像八爪鱼 不像八爪鱼吗 这不就是八爪鱼吗 我害怕 那海星会动吗 会啊 它是啥东西 其实就是海星的一种 它是海星的一种 它是海星的一种 哪里 空壳 差点扔到我头上 这是海参吗 这是海参吗 海参吧 再吃 你看 海参 走 乖乖 看见了吗 有漏洞 你看 爸爸抓了一只红红的螃蟹 这是什么螃蟹 好红 它连肚子都是红的 我都没见过这么小的螃蟹 肚子都是红的 好可怕 送给伊伊 当玩具吧 这是支公的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了 你还未看公呢 连猴都知道看公 来吧 晒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货 哇 我们下来一半个小时左右吧 几斤 够吃就好了 搞太多吃不完啊 回家了 走不动了 这小家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回家了 黄岛其实类似这种驿站很多的 也可以把车停在这附近边上挨着海 都可以下去倒腾倒腾 很多地方都可以干海的 像这里车这么多的地方 虽然它底下也有点火 但是太少 竞争太激烈 我一般都不来这种旅游景点的 这里就是以前说拍照很好看的旅游景 对啊 像这个海湾 早几年我也下去赶海过 但是现在你看 人山人海全是车 你如果只是想赶海 想搞点货 不适合这种地方 因为人太多了 被跑的没什么货 这里风景特别特别好 尤其是下午夕阳的时候 这里也观景台 也是停的全是车 我们原来这边地方也搞过有货 其实整个西线 你只要黄海 有石头的地方 退大潮 随便下去 随便搞随便游 随便都有 现在你说修了黄海公路 走的更方便了 你只要靠在海边挨着大潮 想吃海鲜 随便下去高一点 就不要问我了 问就是随便搞随便游 什么叫随便 本来就是随便游 这种初级干海场地 还用到天天的老母女 好了 你们可以拜拜了 拜拜了 依依拜拜 拜拜